這個禮拜首歌整理了10個iOS 17必學的功能 不管你有沒有要換手機 這幾招學起來對你都很有幫助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有關iOS 17的新功能的話 記得現在先幫首歌按個訂閱 那我們再繼續看吧 第一招 設計專屬聯絡人畫面 可以幫朋友製作專屬來電畫面 也可以做自己的分享給朋友 刷個存在感 首先我們要先來製作個人的聯絡畫面 在iOS 17以後 聯絡人的資訊可以透過打電話 或者用新的NameDrop功能來交換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設定好自己的名片 以後在使用上會更方便 點選編輯進來這邊 它又有不同的樣式可以選擇 選擇完以後我們再返回就可以了 一旦你編輯好自己的名片以後呢 每當打電話的時候 手機就會自動問你要不要把名片分享給對方 我們先來試一下 先來來撥打給對方 這時候我們就會看到畫面上有一個 詢問你要分享你的名稱和照片嗎 這時候你只要按下分享 以後只要當你手機每次更新名片的時候 對方就會自動更新 如果都沒有交換的話 你也可以幫朋友設定他的來電畫面 當朋友來電的時候 你從畫面一秒鐘就可以知道他是誰 進來這邊我們先搜尋一下 我要編輯的這個聯絡人 比如說我現在要編輯印打 好那我先印打 進來以後這邊一樣會看到一個聯絡人照片與海報 點進來就可以編輯他的照片與海報 那這邊他首先會告訴你 過去幫他編輯的幾個聯絡人的名片 你可以先選擇你想要的海報樣式 編輯完成以後 按下完成這樣就OK啦 第二招 靠一下就能交換聯絡方式 iOS新增了一個Name Drop功能 即使當認識的朋友 只要靠近對方的手機 就可以互相Drop聯絡方式 現在我們只要把兩隻iPhone靠近 就會出現一個光影特效 然後就會跳出雙方的名片 這邊我們只要兩邊都點選分享 就可以直接把聯絡資訊傳給對方了 第三招 AirDrop傳檔 靠一下就能分享照片、檔案 不用先加好友 iOS17這次調整了AirDrop功能 和剛剛提到的Name Drop有點像 只要兩隻手機靠近 就可以將檔案傳送給對方 而且不需要互相加聯絡人 也不用再選擇開放所有人傳送 要分享照片或影片 只要在檔案的左下角點選分享 接著選取AirDrop 這時候我們不用加好友 只要把另外一隻手機靠近來 就一個光影特效 然後檔案就會過去啦 第四招 Apple離線地圖 iOS17的Apple地圖新增了離線地圖功能 只要你在有網路的地方 就可以下載地圖隨時使用 要使用Apple地圖的離線地圖 首先我們點這個名字 然後這邊有一個離線地圖 點一下 會看到我們已經下載過的離線地圖 如果你要先下載新的地圖 可以選下載新地圖 然後選擇位置 接著移動到你想要下載地圖的區域 你可以手動移動 也可以放大縮小 幫助你趕快移動到這個畫面 移動到以後 我們只要按下載 就可以開始下載了 那預設它會使用Wi-Fi下載 如果說你想要用手機下載的話 接著就會開始下載地圖了 第五招 充電裝地圖 充電裝地點隨時找 出門不怕車沒電 在蘋果地圖裡面 只要搜尋充電站 就可以找到多家電動車的充電站資訊 也可以直接搜尋特斯拉 就可以找到特斯拉的充電站 或超級充電站 目前台灣可以搜尋到的充電站 有以下品牌 特斯拉 Gogoro Ionex Noodle 還有其他的電動機車充電站 要怎麼找到充電站 這時候我們只要在地圖裡面點搜尋 然後搜尋 充電站 接著就會看到 有一個充電站附近的選項 它就會幫你找出附近所有的充電站 你可以快速拉一下 或者是放大地圖 看一下你的充電站 是屬於哪一個系統 哪一家廠商的 第六招 iMessage 平安通報 分享平安通報 通知已抵達目的地 家人朋友更放心 當外出或夜歸的時候 可以傳送iMessage的平安通報功能 讓親友知道已經安全抵達目的地 開啟平安通報以後 指定的親友可以在你抵達的時候收到通知 但如果你沒有依照時間抵達 系統就會傳送iPhone的位置 以及電磁容量等資訊 幫助你的朋友確認你所在的位置 那如果有一些意外狀況的話 也可以即時的來跟你聯絡 然後我們從訊息這邊進來 接著我們在左下角的加號點一下 然後選更多 點選這邊的這個平安通報 那預設呢 它會幫你設定你的目的地 是你的住家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在這個指定的時間到達的話 系統就會通知你的聯絡人 你並沒有在預定時間抵達 那在過程中 你也會收到一些通知 那如果說你一直都沒有回報的話 系統也會發出一些警告聲提醒你 那當你離這個預計時間太久 但是都還沒有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對方也會收到一個警示通知 同時對方也會知道說 你這個人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現在點進來編輯 那這邊是一個你住家的地址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去別的地方的話 比如說你現在要去另外一個朋友家 你可以點更改 然後在地圖上選擇你想要去的位置 OK 然後完成 那如果你設定好以後 就可以按傳送了 另外在使用平安通報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要分享我們哪些資訊 給你設定的聯絡人 比如說我們現在進來從設定這邊進來 然後找到訊息 並且往下找到平安通報的資料 你可以選擇有限的資料或完整資料 有限資料的話就是它會回傳你 最後最近的一次位置資訊給你設定的聯絡人 如果你選擇是完整資料的話 它就會傳送你移動的路徑到你的聯絡人這邊 那不過根據首歌的測試 這個路徑它的紀錄頻率並不會很頻繁 所以它不是所有的路徑都具細迷的幫你紀錄下來 它這邊只是幫你做一個紀錄說 你可能移動到什麼地方 那它可以讓你的朋友去了解一下你剛剛移動的狀況 第七招 iMessage 語音轉文字 語音訊息也可以自動轉文字 在安靜的場合都可以讀訊息 有時候在會議上不太適合聽語音訊息 這時候就可以用語音訊息的方式 手機會自動幫你做語音辨識 讓你可以預先預覽對方的語音訊息內容 不過有一點要特別注意 語音訊息轉文字的這個功能 如果在你發送的當下沒有按保留的話 這個訊息就會消失在你的列表中 想找也找不回來囉 要使用 iMessage 的語音轉文字功能 我們可以點選右下角的錄音鈕按住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首歌可可 我是首歌 接著再按傳送送出去 那這時候系統會先幫你判斷做語音辨識 接著就會跑出你剛剛那段語音的文字 那雖然它不一定準 但是至少可以預覽一下它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第八招 待機模式 讓你的iPhone變身智慧床頭鬧鐘 iOS 17還有一個很亮眼的新功能 它叫待機模式 它可以讓你在充電的時候 帶來全新的螢幕體驗 可以把你的手機當成形式粒 電子相框 或者是電子時鐘來使用 不必靠待進就可以看到相關資訊 而且還可以自訂各種時鐘的風格 要打開待機模式 那我們只要進去設定然後往上捲 找到待機模式 進去以後把待機模式打開就可以了 打開待機模式後 只要將手機接上電源並且橫向擺放 關上螢幕後就會自動啟動待機模式 智慧型堆疊可以讓你隨選各種小工具 例如時鐘、行事曆、天氣 或者是想要隨時掌握股市資訊 甚至收聽Podcast都可以直接把它加到畫面上 或者也可以當作數位相框來使用 手機已經幫你整理好各種城市街景、人物特寫 或者是自然美景 也可以選擇指定的相簿輪播照片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般的床頭鬧鐘來使用 睜開眼就可以看到時間 第九招 自建圓框貼圖 把你喜歡的照片或人物做成專屬於你自己的貼圖 要建立自己的貼圖 那我們只要找到一張你想要做貼圖的照片 然後長按住主體亮一下以後 我們放開就會看到有一個加入貼圖選項 那我們點開 那我們可以再點選這個貼圖 還有幫它加入效果 它總共有五種效果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想要的效果 選完以後按下完成就可以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使用這個貼圖 隨便到你一個傳送訊息的app 然後點選貼圖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做的這張貼圖 可以把它傳送給朋友了 第十招 個人聲音 讓AI模仿你的聲音 只要打字就能幫你講話 在iOS的輔助功能裡面 有一個個人聲音的功能 它可以讓快失去語言能力的使用者 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語音 那要怎麼錄製個人的AI聲音呢 首先我們要到輔助使用這個功能 然後進到裡面以後 找到個人聲音這個選項 然後點選製作個人聲音 進去以後需要Face ID來做解鎖 那解鎖完以後按繼續 這邊會有一些提醒的事項 比如說找個安全的地方 安靜的地方自然說話 然後按繼續錄音 那這邊編幾個名字 按下繼續 那這邊 你只要照著畫面上面顯示的英文 然後照著念 好完成以後 它就會跳到下一句去了 那我們要重複這樣的動作 覺醒完成後 然後這時候我們只要點選右邊的按鈕三下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銀式視窗 然後你可以貼上 或者是輸入你想要說的話 然後按下Send 有沒有很像 大概87%像吧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iOS 17的裝置相容度 這時候首歌要先跟iPhone X的使用者說 哭哭 因為iOS 17只支援iPhone XS iPhone XR以後的機種 所以iPhone X之前的機型 在iOS 17都已經不支援了 以上就是首歌幫大家整理 iOS 17的十個必學新功能 如果你喜歡這一類型的節目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 我們下次見 掰